IG,WXV首秀成功,而这场比赛自然,成为了很多网友讨论的焦点,而在比赛之后,各种段子层出不穷,我们特意制作了这个专题,来给大家收集一下这场比赛的各种段子,剧图,让大家一起乐乐。 剧图大集合,网友剧评,School网友,丁黄想靠完一位带行迁预兆来投校场前,于是惨遭爱际全员暴打,B站网友,爱际经济领先了,领先多少啊?也就十几个亿,School网友,传奇ABCX,出道极巅峰,百分百胜率值一生涯退役,世界第一团母接Q拉5。 阿母吃不过来怎么办?出巨峰一吃三,知乎网友,爱际这种血糖百分之一百胜,帅ADC的行为真的令人恶心。 今日头条,寒夜,玩英雄联盟的,都是买不起手机的穷人,爱际,王思聪上线,TGP网友,TGP一键配是爱际,WNZ百分百胜率万元渐渐负,微博网友7777777, VG不光输了比赛,马上战队都要被自己打没了,爱际不光赢了比赛,每个队员还分别赢到了一趟海警房。 School网友,杰斯惠索嫩魔,德邦上海干活,B站网友,8.175改动日志从来现在,我们删除了赵信这个英雄,并对境进行了一些改动。 这些变化是我们最近观察比赛决定的,团队相信这会为某些召唤师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。 德邦总管赵信赵信在当前的对局中太过于强力了,他的Q对于英雄来说伤害过高,W对没有位移技能的英雄来说是巨大的灾难。 而既能拥有无与伦比的逃生和追击作用,我们的设计师在设计时出了严重的错误。 我们目前已经将其开除,已移除细命师,近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英雄。 但是他的这种特点让有些玩家很难火,我们决定对其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与改进玩家体验。 同时,由于R技能的失败距离过长,命中的几率会变得不确定。 我们打算使得他的R技能更加可靠被动低于子弹上线。 此时攻击速度,0.931.50暴击伤害,150%200新增,坏弹时免疫控制技能。 同时获得一个50-360与1-18级的护盾2完美线目射程。 25000,500现在会直接命中选定目标新增,对目标背后的500买距离内造成地点的伤害最低30%新增,现在会直接击杀生命值小于20%的敌人。 被国家网友,琪琪,我十七岁,在二本人当太子,老板新子还学接送我,有四个大哥护我,打不过还有狗研究厂。 i boy,我十八岁,在异地基与丹古尔,辅助不跑我,经理骂我,玩得不好被轮着骂。 就厂长对我好,阿水,我十九岁,在二级当混子,Q我随便接,反正有中生大哥带我飞。 你们老公是我大哥,SMLZ我二十岁,你们,滚,UVI,我二十一岁,在二本人当大哥,我兄弟是央十一哥,我是央十二哥,野欧资源全是我的。 上的一笔,王校长,我三十岁,在ID当爸爸,有钱就完事了,导致职业生涯胜率百分之一百,反正有个会接Q的给我当狗,桌上随便C,快输的时候给对面打钱就行了。 NGA网友,冷父,这里是四十万,你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吧,OMG四人,放心,我们一定不把冷少当人王建林,这里是四十万。 你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吧,爱尽职人,放心,我们都给王少当狗。 知乎网友,王思聪,被动技能,三胎宝,包括十名选手加两名解说,再加对方教练来对自己进行全方位保护,触发概率为77%,Q技能,给你卖房WXZ每获得一颗敌方人头,就会赠送一本上海一环的方刹证。 触发概率1%,W技能,拼前7WXZ加财玩罐,常用英雄阶位人民币,出门即可获得商举内任一件装备,触发概率65%,一技能,前多压身每当敌方英雄携带了行界日照天赋并成功命中WXZ有50%概率获得一个小目标, 而技能,黑暗之路每当敌方击杀WXZ改名选手将会赞送自己的职业路,或者成为以水击守护者。 王校长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,毕竟第一次上场,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 不过很遗憾,我们LPL胜率高达100%传奇ADC Boots在京市宣布了退役。 背锅吧网友。 比赛前,王校长一脸紧张,心想,虽然只是上去玩玩,但是也不能一点拍面都没有吧。 教练看出了担忧,说道,200万,我帮你安排好,校长面露喜色。 比赛中,校长看着自家所有塔被拆光,面如此灰,心想WXZ比太不讲信用了吧,给钱还这么来,突然2G一转攻势,王校长大喜。 一,VG果然演得好,赛后,王校长高兴地走进训练室,却看到2G中了人再数着200万,校长大惊道,这,哪来的钱? 教练一味深长地笑道,安排VG,开战不需要靠假赛。 Score网友,和王思聪对线不带行窃征兆,会不会难,一偷偷疾异。 Score网友,今日游戏之声,的记者,就删除赵信采访了LOL设计师。 设计师,我的老天,你不会信的,我的神母玛利亚啊,今天绝对是个灾难,你猜怎么了我的朋友? 今天,我打开电脑看LPL比赛,2G打VG,赵信这个英雄真是太无脑了,对面镜好端端的,他Q上来一阵猛撞就死了。 我的上帝,这一点也不酷,一点也不符合我们当初的设计初衷,英雄联盟应该是一个团队技术向的游戏。 我们不欢迎个人主义,赵信的Q伤害太高了导致没有多少英雄能承受得住,W技能是所有四克AD的恶梦。 老天,最糟糕的是赵信的大招,几乎变态的追击和逃跑能力,这完全颠覆了我们整个团队数年来对LOL的塑形。 玩这个英雄的应该感到羞耻,设计这个英雄的设计师会下地狱的。 下午我就开车去了杰克的家,我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他,你设计的赵信简直比玛丽祖母做的派还糟糕。 之后我们把它开除了外加上一份律师函警告。 此外对于使用赵信的VG有单于一竞赛,1000年和罚款98亿的处罚,我们将在8.18版本删除赵信,并为购买赵信的玩家转回一个劲。 8.18版本我们将迎来对AD的史诗集加强,尤其是紧接个英雄。 这是太酷了,尽广大LOL玩家相信我们团队,我们会让LOL再一次伟大。 弹幕网友,这可能是我这个月看过的弹幕最和谐的一场比赛。 Score网友,VG本人由于身体原因,于2018年8月20日选择退役,英雄联盟是我最爱的游戏,是我的青春。 感谢VG俱乐部把我带入LPL,给我打职业的机会。 感谢认识了一群帮助我成长的队友,谢谢大家。 Score网友,某处高山之上。 一位先锋盗鼓的老者微然不动,身后是一名童子,老者望着天边的云雾寺,是不经意的问道。 小小七,如今江湖大乱,全雄并齐,在你眼中谁人可当那第一AD。 回祖师爷,听闻那北蛮值得的UZI征战四方。 名声在外,是人在七早黄,中周之处更有一神射手人称杰克拉乌,耍得一手大佛。 其爹Q尼几个是出神入化叫人不敢造次。 更由那司马老贼心如止水,无喜无悲,丢号顶一张司马脸孤独Cary。 这第一所属,突然不敢妄加评论,老者听吧,但笑了话,才悠悠开口,这几人确实不服。 但你还记得那未尝以外的神人吗? 老师,您指的是那王,前边突然一声惊雷打断,那小小七的话,看来是天机不可险了啊。 代目网友,赵信,艾蒙崔梅哲杨树权贵,杰斯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 Score网友,这场比赛先是由VG告诉我们职业玩家与路人玩家间的差距,再由IG告诉我们职业玩家与职业玩家间的差距。 背锅吧网友,你是要当一辈子的Tiango,还是要做一秒的真英雄?赵信,Score网友,王思聪,这个无尽多少钱? 3400王思聪,支付宝可以吗? Score网友,就把WXV承担了整个赛季LAB的镜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